网上一直传着梅艳芳 在生前曾和刘德华交往过的消息 是真是假 我们不得而知 无可争议的是 梅艳芳却十岸面刘德华好多年了 有一次香港某个娱乐节目 请梅艳芳和刘德华同时出席 主持人问梅艳芳 你心里理想的男人是谁 你为他打多少分 梅艳芳看了刘德华一眼 回应 理想的男人就是刘德华 这样的一百分 主持人趁机又问刘德华 你给梅艳芳打多少分 刘德华沉思的一回 却回答59分 大家都知道 我59分什么含义 差一分不及格 主持人非常奇怪 为何只打59分呢 刘德华说 我不是瞧不上梅艳芳 我给我自己才打60分 作为一个男人 我给梅艳芳打59分 是因为他太喜欢去敌听 也总会了 所以我这一分扣在这里 梅艳芳给刘德华打了满分 可见当时的他真的非常喜欢 刘德华 但奈何情深缘浅 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 刘德华早已有了老婆 朱立倩 但为了自己演艺事业 他选择引婚 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在刘德华的心中 工作是第一位的一个女人 如果嫁给他 就必须死心塌地 甘于寂寞 很显然 爱却敌听 叶总会的梅艳芳 并不符合一个好妻子的标准 梅艳芳 1963年10月10日 至2003年12月30日 出生于中国香港 足集广西和普歌影双 其发展艺人 香港演艺人协会的创办人之一 即首位女会长 2003年11月 身患癌症的梅艳芳 带病踏上红丸舞台 红丸绝唱 梅艳芳2003告别经典演唱会 举行了人生 最后的演唱会 梅艳芳 因公井癌 久之不遇 在香港养和医院病逝 年仅40岁 阿梅这一生 没有结婚 也没有生育 他把自己的一生 都献给了舞台 刘德华的来生人中 有这样一段歌词 一生一世的过去 你一点一滴的一切 痛苦痛悲痛惜痛恨 痛失去你 也许分开不容易 也许相亲相爱 不可以痛苦痛悲痛惜痛恨 痛失自己情深面前 不得已你无也知道 去珍惜 只好等再来胜利 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